接下来我们要往花莲走 带您认识一位以山海为家的厨师 每天他不是潜在太平洋里 就是穿梭在山林里 靠着上山下海采集到的山珍海味 做出独特的原座民怀石料理 大厨说只要不自我设限 创作的空间就能无限宽阔 一看到出身上菜 女士们不够形象 拿起手机摸拍 既捕捉陈耀忠也对焦他端上来的食物 这些都很新鲜的 看起来造型都很美 用漂流木装的超大海鲜盘 卷曲的绿叶做盘式 生鱼片 飞鱼干 花枝 龙螺和海胆 鲜的像是都还在水里 活蹦乱跳 仅仅牵动大家的味蕾 今天要下去啊 来 别拉去挖龙螺 挖龙螺 不要一直拍啊 等一下撒清理都快飞光了 惊讶欢呼汗幽默声 每晚都在原味餐厅上演 阿美族的陈耀忠 善用采集本事 每天上山下海取得食材 再以自然创意方式 重新诠释生命力 他的手艺我有去了解过 他也不是等闲之辈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拭目以待的 2007年打败各族 获得全国原住民料理比赛冠军 从此离不开部落 更迫不及待 要将母亲的食物分享给更多人 蟑螂吃 对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读苍蝇嘛 因为苍蝇跟蟑螂 他们是龙鼠 龙鼠心都喜欢吃食物 可能这种动物啊 而且生命力都很强 所以其实 不管是现在独餐厅 还是因为现在有只是一个趋势 但厨师的对付的使命就是 想办法把好吃的食物 那天然健康 安全的食物送到客人的肚子里面 他说飞鱼干一片片扬起 才能展现飞起来的感觉 捏捏饭团用月桃叶衬托 让大家把握住老天爷给的旁贵食材 非常惊讶 惊讶 对 而且你看这个没有看过的饭团 这吃起来就是有很香的鱼香味 芋头的味道 真的很酸 烤鱼香气扑鼻 肉嫩皮未破 料理功夫不是盖的 没想到二哥的奇幻手指 又变出活灵活现的迷你胡椒鱼 我今天要做什么 应该也是晚上之前都会去想 像一些胡子的话 就要做得比较细 要抓得拿捏你 山珍与海味二重奏 近在三色盘 这是大哥施展的功力 在晨腰中带动下 两位哥哥放下板模和黑手工作 一起进厨房 让花东海岸无菜单料理的始组 有更惊艳的展现 這個是要挖这个海边的 蘿贝类的工具 一定要有这些工具 才有办法去挖这些生物 因为他们有的是躲在石缝礁石 总不能用手挖吧 跟咬中联络得靠运气 大多时间手机离生 问他会在哪里 他说不在陆地就是在海里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 说话果真 没在打狂语 每天有四到六小时 泡在大海里 脚踏椒岩超过五十度高温 脚皮都快给烫破 他依旧步伐稳健 浪里来浪里去 眼神始终保持犀利 水底动态一眼看穿 秀姑卵溪出海口 这里是他的山海大冰箱 能补到什么 全看老天爷脸色 菜单天天都不一样 也只接受预定 今天需要多少就遵守补多少原则 不囤货不好夺强取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真的要拿很多 今天没有浪不好 明天等浪好 我等有的时候再拿 采集到的鱼货 饿了当场下肚 量多给餐厅用 量少就自家人加菜 至于蔬菜 会跟部落阿嬷收购 老人家种菜安心看得见 舌头再也不会迷失方向 这位海的子民一言一行 摊在阳光下 因为现在怎么做 三个女儿都在看 淘宝百合 他们也喜欢体验来跟想要抓这些生物 吃看看 因为自己抓自己吃啊 以后 等他们大一点 他们就知道 什么时间 什么样的浪 什么样的天气可以去采集 有了冠军头衔 原住民以它为标杆 原来风味餐也可以是山海共鸣的怀石料理 总裁颜长寿力邀他到都市一展身手 很矛盾也挣扎 他最后拒绝 因为那里没有部落未到 采集可以让你熟悉去辨别植物的这个生长 然后也可以让你知道说 这些生物怎么去应用 这个红色的我们是拿来做柳种用的 一般我们吃的是这个绿色的 对 那它的别名有一个叫轮胎苦瓜 在南港轮胎还没有设计研究 它就是因为发现到我们在吃这个 原来这个轮胎是这样子来的 轮胎苦瓜 毛氏 刺葱 龙葵 信手年来叫得出名字 像是本活字典 餐厅以竹边 漂流木 三角网画作 做装饰 尽可能营造与大自然共舞 上山下海采集 原本独立作业 但现在身边多了一群部落年轻人 3次 4次 5次 6次 6次 多 我说里面塞那么多 7只 这么多 一个管子睡7只 那么多 那边躲在里面 那边大的最多了 野生慢哭 四十六岁 晉升为青年之父 是部落中青年阶级的总管 现阶段任务不再是经营餐厅 而是把部落文化 原汁原味传承给下一代 它有点植物品 植物狂想症 它可以采集的东西 采集的植物 采集的可以吃的 它都非常感兴趣 對食物 對 它的根 對 所以我覺得它懂得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那是我的偶像 沒有驚人學歷 小學念完就直升社會大學 在台北做過板模和車床黑手 直到父親生病 退伍後回到部落 進到和菜館才接觸到厨師工作 文化的根從小扎得深 尋著長輩步伐 部落智慧將它發揚光大 沒有鍋子的話 用這個繩子綁起來 好 注意看喔 這條呢 叫綁起來囉 有沒有看到... 現在已經變一個鍋子了 對 你看 不只是可以放東西煮可以吃喔 還可以玩喔 有沒有人要做 來 來 手抓這邊 來囉 要抓緊緊喔 公車不要滑 燒得火熱的石頭放進水裡 瞬間成了滾燙熱水 百來度高溫 很老的章魚 蝦子龍羅 刺蔥一下子就紅通通 陳耀忠徒手做料理 米酒 辣椒調味 檳榔葉當砧板 三兩下功夫 豐富的山珍海味 就在綠毯上飄香 我是飽的 我是麵包還有章魚還有飯 我跟你講我是什麼吧 我覺得章魚最好吃 你們之前有用這種方式吃過嗎 沒有 沒有鍋碗瓢盆瓦斯爐 也能填飽肚子 陳耀忠戶外手作 扎扎實實給大家上了一課 渾身充滿動能 酒足飯堡 下一課 又將潛入海裡 繼續他的原名快逸人生 華連有一個食堂 店裡頭只單賣一個品項 這個老闆還真的蠻有勇氣的 因為一個品項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而且看起來簡單的事情 做起來往往越複雜 老闆當初只做一個料理 是因為沒有人手幫忙 沒想到專心營業烹煮出來的味道 受到顧客喜愛 每天還沒營業 客人就已經等在門口 這你的雞肉啊 一百九啊 不要放地上 好好好 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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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小心啊 好好好 花蓮的一大清走 晨熙已經向廷隆國的九點十點鐘 彷彿翻過一座中央山脈 時差就出現了 太陽起得特別早 人味也特別濃醇溫熱 你們也是會聊天 會啊 他老闆很熟啊 他是嫁別人 沒辦法 哈哈哈哈 這的話還沒有炸 看著老闆 這個就變你的老闆 對 人高馬大的李明毅五十年次 膚色北京魚人的有黑髮紅 是華林人最好的印記 而每天六七點 比親自跑市場 在雞湯的勤快性子 是中年後回鄉 培養出來的行家底子 這個就是現沙現煮的雞啊 我們每天早上 老闆就去獨宰場現沙來的雞 然後我們就 經過就是 清洗一下 就馬上下鍋煮的水 然後這個雞湯是沒有加鹽的 一個早上差不多 平常至少五六十隻 那年節可能有 有四五百隻的雞 老闆是自己找到我們的 每天早上就來拿 然後他還要拿雞果 這個是什麼 叫雞架子 雞架子 雞架子要不 就叫熬湯 其實他這個熬湯的效果 就相當的好 他的所謂雞架子就是 因為一般有人要買雞翅嘛 買雞腿 買雞胸 所以他去掉之後 他的整個雞架子 留下來我們去熬湯 因為湯熬起來很香 一個商務 煮了四五十隻白斬雞的精華 回到廚房 才是功夫蒸容層疊的開始 他這個早上 我差不多七八點開的時候 過了就沒停 我們下午兩點鐘休息之後 繼續熬 一整家店就唯一唇賣 小卷雞湯米粉 李明義的生計成敗 其實全是靠他 從早到晚 由清澈熬到唇香 要維持每一鍋都不走位 往往最單純的 也是最難的地方 雞湯的東西 你在家裡 你熬第一鍋是不是很香 你吃完再熬回去 再回去 可能香了沒有 但是要甜味再 因為我以前賣過牛沙湯 所以我知道 你那個牛沙湯 熬得濃稠 越熬越好喝對不對 但雞湯並不是這樣 文火綿延 燉出一鍋金黃 這時慢慢白煙 就像雙長爪 無止境地伸向截頭向底 勾來第一票 生怕吃不到 11點就準時報到的人群 它是米粉的厲害 還是湯頭的厲害 都滿厲害的 你知道 你說你多久會來吃一次 大概一個禮拜會來一次 至少會來一次 對 就在我家附近 然後人很多 看完都很新鮮 吃過你就會知道 都很新鮮 對 然後它感覺它的湯 就不是那種加味素的 好 我要一個四十斤 這是外菜嗎 好 第一桌 最小卷對不對 三坪大的小廚房 三個師傅六隻手 一個燙小卷 一個堆配料 滷蛋 米粉 紫菜 地瓜 往往六七八塊的鮮甜小卷 都還在鍋裡配櫻花蝦攪和 滿滿一大碗公的雞湯米粉 已經跌到讓人沉默結舌 我早上用的早上沙 下午用的下午沙 因為它這個東西 它是極速冷凍 它這個傳掉就極速冷凍 所以它這個相當的新鮮 新不新鮮 你看它這個斑的也知道了 它如果說不新鮮的話 這個就退掉了 而且它的大小又有分 其實差不多一個巴掌大 是最好吃的 你太大也不好吃 隨便啦 隨便它也沒吃 倒下從華蓮進港的東北抽 是除了黃金雞湯外 李明義最自豪的 他說這跟遠洋進口的相比 就是多了份無可比擬的鮮甜 以及港邊最到底的海味 過去在台北公賣局一待14年 若不是為了回家照顧年脈的媽媽 一身廚藝 與國人的味蕾 或許直到滿頭白髮 也未必能被開發 我剛去上班的時候 買個早餐到辦公室吃 一般的比較精緻的 它吃個三明治對不對 河杯牛奶 那有人就是吃個燒餅油條 配個豆漿 只有我是買滷肉飯 配絲木魚湯 然後那一打開的時候 哇整個香氣四溢 大家就笑我說 你在吃午餐來吃早餐啊 他們在笑我 那個年代 當正常人還在吃雍露的早餐 李明依卻早就開始 在圓環大稻蟲 養成老套的習慣 記憶裡 重新媽媽年輕時 賣牛肉麵的好手藝 血液裡 做活躍著父親 來自北方的品味基因 我爸爸上次外省他們是老了 他們那個 他們對吃很講究 我爸爸他們以前在大陸上 是一個家族吃飯 他們是自己有廚子的 有團隊 所以我爸爸想說 都去偷吃啊 偷學偷學 所以到 撤退到這邊來之後 他覺得 那味道沒有 在台灣吃不到 所以他們去找 去找 不然自己弄自己摸索 關於對原味基底的追求 李明依有外省爸爸的天資 更有本省媽媽的記憶 像是米粉只能水煮六分熟 其餘要靠雞湯進到入味 這樣的密碼 也只有他能在短時間內解開 這個時候煮六分 六分熟 然後剩下的四分 我們要用雞湯去泡 這樣不會爛掉 他這樣子 他那個米粉會吸那個湯汁 如果說你 那有人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雞湯煮 因為他這樣回去 湯紅粉 就是你看到人家很多都是 麵另外煮 煮完之後湯放回去 他很嚴謹 他講究一定要怎麼樣 然後他不惜成本 反正覺得說要好吃為主 然後這樣子 所以可能有些員工就說 老闆你有沒有賺到 連員工都擔心老闆沒賺錢的背後 原來是天性熱情的李明毅 從開店以來 米粉及湯就無限供應 在這裡吃到飽是基本的 河道稱也是尋常的事 剛剛那米粉 然後最高級數吃了七碗 吃四碗的也有 我看印象就有五六味 你怕被吃到 不會啦 不會 不會 你就趕開這個 你不怕把它吃 其實我跟你講 我就講過 你不好吃 容易請人家吃 人家不見得想吃 另外 就怕客人對海鮮過敏 少了誘人小卷的另一大碗 李明一把黃澄澄的栗子地瓜加滿 平均了唯有當季時令 才會蹦出的產物 比如這個時節四季豆秋葵 遇上雞湯泡到乏亮的美花肉片 十來樣的世紀大亂配 第一時節 卻讓人看著傻眼 翩翩這組合 卻最能進出 讓人心心念念的古早味 米粉這些菜吃起來都沒有 雙口 雙口 我們很小吃外食 但是這是朋友介紹 我們就吃了以後覺得不錯 我們也來喝幾次 姐姐是說身體太胖了 化膽固醇膏 然後就換了 很想要多吃一點小卷的健康 所以就給她吃一塊 其實我覺得這個飲食的東西 不是光鮮亮地 拍張照片拍得很漂亮 你吸引人家是第一次吃的 第二次他肯定就不去了 怎麼講啊 像我們老飛他們做的東西 因為比較丁筋 他們比較丁筋 什麼該加什麼 可能該加什麼 他們夾那很多年 就該省略就省略 能夠快就好 他們會修飾 但是你在家裡面 煮一碗雞湯 可能不會這樣子 曾經在懸囂的城市裡 常見繁華 比明依在中年過後 方才曉得反復的自在 平時的滋味 也很像那一碗雞湯 不華麗 不妝點 胃韻也可以很豐盛 很清甜 一般的麵店小菜都辦是海帶 豆干 滷蛋 花蓮這間店卻很不一樣 小菜全部都是新鮮的海魚和生魚片 原來老闆很愛釣魚 還買了漁船 方便隨時出海 剛開始漁獲多到 親朋好友都吃不完 後來他乾脆拿著自己釣的魚 拿來做配菜 這種創意組合 讓傳統麵店變成花蓮的名店 年輕老闆說 工作結合興趣 真的是越做越起勁 明依街重慶市場 花蓮園的廚房補給大後方 各種好料O-in-one 是婆婆媽媽們的晨鏈場 各家廚師的兵家必爭之地 有空就把我送出去 花蓮知名的麵店老闆高志偉 活力的每一天從這裡開始 熟悶熟路採買自家菜單食材 重點項目是生鮮攤上的生蒙雄妻 熟掉的餡料的餅乾 這煮湯 魚頭煮湯超級好吃的 買新鮮貨高志偉不只要親 還要講究出身背景 以往打勁的網撈魚他不愛 市場眾多魚灘 他獨鍾幾家標榜專賣現釣魚 或是訂製魚場抓的當天 帶子今天有生鮮魚 帶子給你好嗎 對 我要做魚捲 剛剛好 今天有白帶 最近很少 對 超級少 本身熱愛釣魚 高志偉說釣竿釣起的魚 不像網抓的魚群 彼此擠壓碰撞 導致猴親淫會遍體淋傷 鮮鮮魚賣相好 口感佳 更能釣足好渴的胃口 怎麼看 你像網子的話 它一定會有痕跡 它會有痕跡 或一條線 因為它卡 譬如說 這邊的鱗片 或是頭會有凹陷的地方 你看它的魚都很漂亮 對 這個鱗片 各方面都很漂亮 長期合作的魚伴 都知道高志偉買魚的獨特品味 挑剔品質 價錢不囉嗦 有好貨都會特地替他留一手 大蕉都互相啊 它會開價嗎 不會啦 我們開的價錢也很實在 這個是我門口那個芭蕉漆魚 這今天剛抓的 對啊 對啊 剛抓的 剛剛回來而已 剛到而已啊 看到好魚眼睛發亮 帶著樂趣 每天的例行工作 就像是一般男生逛三溪賣場 看到很多魚有時候很漂亮 其實你的心情是很棒的 高志偉有多愛魚 看看自家麵店門口就知道 各種魚類標本 形狀各異的貝殼 外加一隻芭蕉旗魚 鞠躬盡萃賣力廣告 不用說也能猜想 裡面的海味應該不簡單 今天才買大豐收 回到麵店廚房 所有的戰利品一次排開 高志偉說五顏六色的海之味 光是用看的就很開心 還張大合照 上傳臉書 跟眾多老饕粉絲 預告今天廚房戰場的先發名單 因為每天買到的魚貨都不一定 這也是當天限定的即時菜單 有些朋友他們看到 他們想要吃的東西 然後就跟我說 叫我留給他 或是他們就會來吃 市場的那些大姐 其實他們都是很厲害的 然後他們在殺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殺魚的方式會不一樣 那我都會站在旁邊看 從最早不是很會殺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站在旁邊看很久 然後看久了其實就知道了 各種魚類上掏客攤桌伸展台之前 先在廚房流理台預作暖身 加州鱸魚肥美有口感 做一夜干很麻吉 滿有肉的 加州鱸它算是屬於比較有厚度的魚 所以我會選擇它是因為它還有油脂 我的一夜干 會跟一般的一夜干比較不同 是一般的一夜干 因為它像比如說都很多是在居酒屋 所以它會讓它弄得比較乾 因為它們是用烤的 因為我的是用煎的 因為我又是有證餐要吃的 所以我的濕度要比較高 水分比較多 鱸魚三兩下開膛透度 高志偉特地為了年紀較大的客人 還有小朋友去除龍骨方便食用 高粱加辛香料醃漬冷藏兩小時才能入味 紅乾鮮美甘甜肉質細緻 野生海調更是極品 和市面上常見的養殖同類天差地遠 是老饕眼裡不可多得的美味 做生魚片開門見山見真章 白帶魚的肉質就是細壓 然後它炸魚卷它比較有香氣 白帶魚它比較有香氣 對 它這個像我做這種白帶魚卷 它就很適合老人家跟小孩子吃 因為我把它取到完全沒有刺 廚房前置作業衝衝衝一刻不得閒 每天十一點準時營業 十點半左右門口就有客人站剛監工 讓高志偉和工作夥伴壓力不小 原本家裡做的是一般的麵店 小哥大碗是在地人的日常廚房 一開始是沒有賣魚 因為我自己釣的魚還蠻多的 然後我就想那不如自己來去賣看看這樣 愛釣魚的高志偉突發奇想 把品質一等一的娛樂收穫當作商品販賣 大部分的麵店配菜賣的是海帶 乳蛋豆干 他們家是獨家限定海之味 意外造就的獨特性讓自家麵店打響名號 在網路時代天天累積按讚數 成為花蓮料理名店 是許多遊客必到的東部美食景點 有些人會說我在大陸知道你耶 然後會有一點點成就感 時針一過十一點 Shoot Time開始 店裡的座位瞬間被攻佔 超客圍著冰箱點菜取食材 廚房這邊立刻下鍋做料理 這個可以做紅燒可以吃湯 紅燒算是魚 裡面算比較頂級的魚 小的話大概也要四百多塊 然後大的可能就不止了七百多 量不可能多 它不像魚網抓 所以它的單價本來就會比較高這樣子 紅燒紅喉 要讓韜客的味蕾經驗更上層樓 油炸白帶魚捲 專長在舌尖捲起唾液朗花 下鍋煎的肉嫩酥香 一口回味不止一夜 那現釣的話它是馬上釣起來 馬上料理 所以說它的魚肉非常清美 對真的很有差 對 真的很有差 不錯很新鮮很嫩 我們從上海來 我覺得東西還滿便宜的 不貴 工作都會有壓力 所以就把一些興趣帶到工作裡面 這樣我就每天工作得很開心 有時候我會看到像客人很開心的剃著牙 對用牙筋剃著牙 那種感覺它是吃得開心的 滿足的 滿足的 對 那種是滿開心的 把興趣帶到工作就做得開心 高志偉說它不是在店裡就是在海上釣魚 不然就是在釣具店 抓到工作的空檔一定開船出海 享受釣魚的樂趣 舒緩生活壓力 他說在海上最能享受海闊天空的自由自在 是標準的海王子 現在七星潭的外海 這邊的魚種還滿多 它每個時期會出的魚不一樣 像今天帶我們的阿修船長 他就對這邊的釣場很了解 然後他都會教我們這樣 哪些魚哪些魚 什麼時候該釣 七星潭離岸500公尺 垂直深度深達300米 有黑潮經過 魚群的種類和數量豐富 加上東部幾乎無污染 吸引了許多釣手固定出海垂釣 甚至以釣魚為職業 高志偉的釣友 開娛樂釣魚船的阿修船長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說海釣魚的滋味 是一般網抓魚 絕對比不上的 魚種網已經死掉了 死掉泡在海裡面 它不可能馬上收網 可能會隔個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來收 那個魚就已經發酵氧化了 釣上來魚是活的 活跳跳就打水冰 絕對鮮甜 差很多 差太多了 沒得比 白色 紅色 兩隻 出狗了 很漂亮 花蓮好山好水 從太平洋的方向看過來 彷彿是大自然的大塊文章 情形遼闊 讓人忘卻煩憂 這邊就是很自然 因為你在很接近的 可以看見海 可以到中央山脈 兩者之間都很近這樣子 空氣又好 這也是蠻吸引人的一點 將近二十年前 家裡本來是在做小型營建工程 被人倒債數百萬元 加上不景氣 高爸爸決定收掉公司 島內移民到高媽媽的故鄉花蓮 開店賣面重啟爐灶 在科技業工作的高志偉 也辭職幫忙父母打拼 原本就熱愛釣魚 搬來後山之後 接觸海釣如魚得水 瘋狂到烤漁明鎮 花了180萬買專屬漁船 釣魚隨時說走就走 人家說為了喝牛奶 你是為了吃魚買一艘漁船 對 有些人會很訝異 你怎麼就這樣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180萬可以買多少魚類 或是開一台跑車在街上跑 對啊 我也是這樣來的啊 我以前是開修車廠 那時候也是因為工作要一半 現在也是買一艘船自己釣 後來才十幾年前來轉業做鎮子的 海釣船在科釣 所以你可以理解它 當然啊 別人都沒辦法理解 最快樂的事情 喜歡釣魚人都會很瘋狂 高爸爸67歲 站在爐台前 咖啥溜溜溜 老當益壯 手底美食 滋味豐富 人生經歷也很精彩 出身南投農家 當過農夫 做過餐飲 四十多歲學做陶醉 六十歲再度轉行開面店 面對人生挑戰 保持韌性 不輕易認輸 我沒辦法 他就生我 不怕別人 做街要穿 做人就是要扁 向前衝 對吧 我們就要認真 不關於做什麼事 就不一樣 你如果認真 相信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要認真 高爸爸也支持兒子認真釣魚 而認真就有回報 加入海釣魚料理之後 麵店的營業額成長一倍以上 生意強強混 還有人要投資高志偉 到台北開一家海釣魚餐廳 但他說已經離不開花蓮 就像魚離不開大海 台灣料理廚藝好的人 大大有人在 那我們可能是佔了優勢 其實我在這邊 是因為食材取得容易 如果去那邊 我覺得這個優勢不見了 對 那我可能就不會弄 接下來高志偉希望 自家海釣魚面店 能夠持續成長 讓大家了解海釣魚的美妙滋味 也擴大海釣魚的市場需求 讓海釣成為一項穩定的工作 釣友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 享受釣魚樂趣 海王子善用天時地利 將興趣發展成職業 樂在工作悠遊自得 用釣魚線連接廚房 與太平洋 魚線的另一頭 有商機 有夢想 全家廣場 我們在錄製 全家廣場 全家廣場 最好的 櫻窄 即可 езж了 公僕 工是 查出